港湖三湖都到場 你們會有點興奮尷尬嗎 還是還好 我個人是不會 我跟家瑜有人也可以聊天 那我只是不知道 燕秀議員在後面而已 但他們兩位 這個畢竟一起打過一次選舉 他們兩個可能比較尷尬一點 你比較想要對決是 游淑慧還是李燕秀 這兩個其實都是 非常強勁的對手 因為畢竟在內湖南港 主要還是藍大與綠的 一個基本盤的問題 那無論對手是誰 我們就是要站穩腳步 然後把我們的基本盤穩住 然後擴大我們的支持的認同等等 李燕秀說他是令你害怕的對手 我也不知道欸 他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其實我都很害怕 不是只有李燕秀 我們的對手最大的 應該就是我們自己 如何對選民交代 然後如何讓內湖南港 有更好的建設 都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目標 你喊出說高嘉瑜最怕的對手回歸了 要回來分家產 說你金牌娘 嗯 我覺得每個人有自己的考量啦 對於小黨來講 他們可能為了生存 或是為了能夠在內湖南港 有一定的知名度 或是下次的議員去布局等等 可能對他們來講 這是他們目前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這個家大業大就不用怕 但是問題是在內湖南港 確實是必須要很努力的 戰戰兢兢才有辦法 把現在既有的基礎能夠穩住 那我覺得我們會在這個基礎上啦 繼續的為民進黨 能夠在這裡爭取國會過半 都是JWS JWS